心悸心慌睡不着,中医只用两味药,让你一觉到天亮 大家好,我是中医郝医生 你是否经常会出现心慌心机的感觉,但又总是找不到原因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你睡得好吗? 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长期的失眠也会引起心悸 作为医生,遇到一个病人时总是会着远于他的长期生存 特别像我们心内科的医生,会关心这个病人是不是有高血压 是不是有糖尿病等,可是病人和医生不同 他们关注的往往是有关生活质量的问题 一般来说,病人就关心三点 那就是,能不能吃得下,能不能睡得着,能不能拉得出 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中医怎么让你睡个好觉 今天,在为大家详细讲解之前,您可以点赞收藏 以免日后找不到了 中医认为,棉食二者为养生之药物 所以清代的文学家李渝在利用文集中也说 养生之觉,当以睡眠居先,睡能还精养气,健脾异味,壮骨强筋 也就是说,睡觉是一种能让我们全身,不管精神还是肉体 都得到修整的一个非常好的过程 也是人体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吃饭和睡觉,两者都是养生的药物 那么,现在很多人在吃的方面都很讲究 我每次去做电视节目,大家整天都问,吃什么好 但是,很多人每到晚上,就总想着能不能多玩一会儿,晚睡一会儿 也从不关注怎么样能睡得好一点 可是,如果养生的人连睡觉都睡不好,其实就是在假养生 那么,对于人体怎么入睡 《黄帝内经》《灵书》是这样记载的 阳气近,因其盛,则慕明 阴阳是我们中医看待世界万物的一个二分法 在人体中,我们认为,背为阳,抚为阴 照得到太阳的地方属阳,照不到太阳的地方属阴 在地理上,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 阳气可以维持我们在白天的状态 当阳气一点点开始,不是那么强了 阴气一点点的上来 当阴阳一交替,人就入眠了 如果说你的阳气特别强盛,阴气却比较弱 阳气不能进入阴气,那就会睡不着觉 所以,我们现在提倡想要有个好睡眠 白天要多运动 为什么多运动?就是让你的阳气用掉一点 失眠在中医学中叫不昧 它的总病期用一句话来概括,叫阳不入于阴 阴和阳两个东西,它需要有一个交互融合的过程 如果说阳气在外面不能进入到阴 那人就会出现失眠 但阳为什么不能入阴?可以是阳太抗劲了不能入阴 也可以是阳太弱了不能入阴 还可以是阳入阴的过程当中碰到了痰灼,碰到了血瘀等等而导致不能入阴 其实中医追求的并不是阴阳平衡,而是一种和的状态 叫阴平阳密,精神乃至 所以说大家记住 中医对睡不着觉的认识就叫阳不入阴 今天在这里我们要为您介绍一张方子 对于改善此类问题有不错的效果 这就是妙用太子身和和欢皮 先说太子身,他入脾肺经,也入心经 供在补衣脾肺,一起生金 一般认为他是改善七阴两伤的良药 这太子身的力道在党身补气和杀身补音之间 属于气阴双补的难得良药 再说那和欢皮,他性未肝,平,入心肝,肺经 供在解育安神,活血消肿 一般认为他可以宁心悦志,疏肝解育 神农本草经甚至直接指出 他可以令人欢乐无忧 这太子身和和欢皮都是常用药 似乎平淡无奇 但是结合林郑经验 对于相当一部分心脏患者而言 这两位要用上,往往走得奇效 什么样的心脏病人呢? 说起来,这就是七阴两伤 同时伴有一点干预气节 这类人的表现就是有冠心病 心率失常,心肌炎脂类疾病 同时心悸心痛,眩晕,烦躁 不安失眠,易惊恐 因为心气不足,所以心跳乏力 心悸心慌 因为阴液不足,所以失眠返躁 心血亏息 同时,情质和血脉又受肝的调射 所以,肝于气节,目湿疏泻 也会导致心血瘀治 心气不足,失眠 所以,只有易心肺之气阴 和调达肝之疏泻同时入手 才会更好地改善症状 日常生活中有上述症状的人 可以考虑用这个方法来调理 因为中医讲究的是辩证论治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所以不能照抄原方 如果您想知道什么样的调理方式 更适合您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留下你现在的情况 我来给您辩证定量 我们下期再见